Run wild 我们先来看一下run这个字 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 它的意思叫做跑的意思 那wild这个字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野生的 无法无天的 或者是狂野的 那run wild两个字合起来 我们中文就翻成 不受拘束 自由发展的意思 那我们直接看例句 The art teacher encouraged his students to let their imagination run wild and draw whatever they thought of on the board 我们看例句 The art teacher指的就是美术老师 他怎么样呢 encouraged 鼓励 鼓励他的学生去做一件事情 to let their imagination run wild 同学不妨把这整个 当作是一个collocation 把它记起来 let one's imagination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念成imagination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成想象力 那这个字其实是从 imagine这个字 想象演变过来的 把e去掉 加上ation 就变成它的名词想象力 所以呢 让某人的想象力呢 不受拘束 它的意思 中文就把它翻成 自由发挥想象力 ok that one's imagination run wild 而且呢 draw whatever they thought of 好那这边呢有一个由whatever 所引导的名词指句 在这边特别要注意到的 它是当作这个集物动词的寿词 好所以呢把这个东西 画在什么地方呢 on the board 画在画板上面 好那把什么东西 画在画板上面呢 whatever they thought of thought of是想到的意思 任何他们想到的东西 那whatever那我们来看一下 whatever这个字呢 同学如果呢 仔细看 它就是有两个字合并的 一个就是what 一个就是ever 所以呢whatever 这边呢当作一个代名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任何的事物 所以呢 他呢要老师要学生 把他们可以想象的任何的事物 把它draw 好draw 这个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呢 就是把它翻译成画出来的意思 好所以呢这个片语 run wild 不受拘束 自由发展